的確我看到美股近期 偶爾也有些之前升得多的股份 一回就很急 可能美股現在很多時候都說 港股真的很失望 不如現在衝去美股 你覺得會不會都要小心呢? 我絕對明白的 過去這一年 過去這三年 美股真的做得太英俊了 它沿著一百天線 基本上未穿過 不斷向上升 港股反過來 一百天線未上破過 不斷向下跌 這個天國與地獄的話 一定令大家安莫大於心死 但問題就是 這個是過去而已 如果未來的話 究竟美股還可以多走多久呢? 所以在我的立場來說 其實我也挺反對的一件事 要分開港股分開美股 其實如果有能力 有時間的話 我們是應該擴復我們投資的界限的 港股 即是有些美股沒有的東西 我們可以留意 美股當然了 它是升 你扔票票也會中的 誇張這麼說 你都容易選好股票 但這是不是未來一年三年 都是這樣的情況呢? 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 無論股市高低 升跌也好 我們都應該要考慮做分散投資 美股有好的東西 就買美股 如果說港股有好的東西 近這一年就少一點了 我們都有一些好東西的 都可以繼續賣 甚至其他國家的話 你不熟悉的 就用ETF 用基金的形式去做 甚至不單止股票 一個理財金字塔 做回一個風險 攻守兼備的組合 一定是比較好處的 所以我的立場 就是第一 不要說港股已死 這麼可怕 第二就是 你有時間的 就研究一下美股 的確有些概念是很棒的 但是港股 我仍然深信 過去這幾個月 或者過去這半年 是難搞的 但是難搞得來 我們做足功課的話 都買到一些東西 甚至乎當它未來轉世的時間 我們在現在這一刻買的東西的話 都應該會有一個 不錯的一個盈利 不是 我對港股未絕望的 未